护照可以让我们顺利的出行旅游 可以让我们在某个国家自由的生活 保护我们群人 保护国家安全 它是我们拥有身份的最好证明 但你知道护照里面些隐藏的秘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小小的一本护照 除了能让我们履行 证明我们的身份之外 你们隐藏了安全信息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尽管我们的护照是无处不在的物品 但是制作过程的细节 依然是受机密保护的信息 像美国护照 在美国政府印刷局 使用60种不同的材料印刷 在一块塑料和纸上 要多达30种安全功能在起作用 而且大多数是我们看不到的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开 护照里的13个隐藏信息 全息图像是当今护照的主要内容 也许是最受认可的护照安全功能 因为它们是肉眼可见的 全息图是护照各个页面上的三维图像 尤其是信息页面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第9303号文件 机器可读旅行证件 全息图被称为结构特征 它构成了国际民航组织 旅行者识别管理策略的一部分 结构特征包含基于其物理结构的可验证信息 并且可以由机器读取进行认证 每一本新的电子护照上面都具有一个芯片 其中包含护照其有人的照片和身份证数据 该芯片相容在护照的最后一页中 这种RFID芯片通常包含著如你的姓名、照片和其他详细数据之类的信息 UV无光纸是一种不反射紫外线的特殊纸 这意味着UV墨水不会在常规光下出现在纸张上 而只能在黑光下查看 水印是在纸上形成的设计 通常使用色调渐变 当挡住光线时可见 护照打印机可能会对护照的数据页和签证页使用不同的水印 以防止那些试图替换数据的人 现代护照还包括所谓的光学可变墨水 这是一种墨水 它会根据用于查看它的光线而改变颜色 光学可变游墨是国际民航组织第9303号文件的实质内容 也是机器可读的 实际上护照利用特殊的印刷技术以及定制的墨水 欠和纸使它们几乎无法伪造 有一些热色油墨在加热或冷却时会变色 被篡感时会溶解的墨水 从一个角度看是一种颜色 而从另外一个有力的位置看 则是另外一种颜色的墨水 防扫描图案是在护照纸的背景设计中 由细线构成的图像 这些细线在不同的位置肉眼看不到此安全功能 但是当护照被扫描或影音后 反扫描图案就变得可见 这有助于阻止那些试图伪造护照的人 牛索状装饰设计是计算机生成的细线图案 形成独特的图像 首先只能使用原始软件和用于创建该图像的参数来复制该图像 与防扫描图案类似 牛索式设计是一种安全功能 意在防止伪造者复制护照 特殊字体和字体大小也是现代护照的主要安全功能 这些非常难以复制 因为它们可能包含故意的错误 一些护照页上的字体可能太小 甚至在显微镜下都看不到 打印技术和类型也是最难复制的安全功能 电子护照可能包含右眼看不到的编码数据 例如可以对护照号码进行编码 并储存在护照中的特殊安全线情上 这些线程只能使用适当的机器读取进行解码 这种隐藏的信息是为护照增加了额外的安全保护 看不见的荧光纤维是香褥用于制造护照纸张中的一种物质特征 这些纤维仅在紫外光下可见 因此不会出现在护照的影印本上 化学敏花剂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混合物 用于护照纸中而以防止篡感 例如如果将漂白剂或者其他溶解剂倒入护照纸上 以试图对其进行更改 则由于化学敏花剂的作用 页面上将出现不可逆的颜色 触觉安全功能是指可以通过触摸感知的功能 使文档具有一定的质感和触感 触觉特征的一个例子是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是在纸张上创建具有触感的凸板印刷图像或图像的过程 护照还使用特殊的裁缝技术将小册子装钉在一起 这种方法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试图将小册子拆开 很明显已经发生了篡感 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 裁缝线也可以使用紫外线的灵光灯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护照上最平庸的部分印刷品实际上是最坚固的部分 护照上最难伪造的不是热色墨水 RFID芯片或专门的全息图 而是我们看起来超级简单的字体 没有人能够得到确切的字体 在显微镜下微小的矛盾难以复制 实际上政府使用的某些字体 存在故意的微小缺陷 例如墨水渗出 这使它们更难以数字化重化 复制国家或地区的字体 实际上意味着要保留该字体的副本 下次当天旅行时 请务必仔细检查护照中 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让你安全自由的旅行 希望这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各位的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